你看咱现在经常问别人你叫什么名字呀 但如果在传统文化里面深究起来 名和字是不一样的 咱先说这个名啊 你看你打小就有个名吧 你刚生出来你爸就给你起了个名 然后你想小嘛 睁眼全是爸爸妈妈 爷爷奶奶叔叔大爷什么的 所以这个名实际上是专门用来给你长辈来称呼你的 所以在咱们中国的文化当中 什么指名道姓啦 什么直呼其名啦 是一个非常不礼貌的行为 为啥呀 就好像你在背份上占人家什么便宜似的 甚至呀哪怕你都已经长大了 有的时候突然间被别人连名带信 那么一叫你的大号 你就突然间有一种小的时候被别人掌控 被别人那么压榨的那种紧迫感 有没有 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名 但是那孩子也会慢慢长大呀 等他自己长大了以后也要进行一些平等的对外的交往 怎么办 等他正是成年的时候 其实有可能实际情况会比这个更早 他就会有一个自己的字 那这个字是用来和他的平辈之间进行交流的 讲这个看上去好像似乎并不是很难的 对不对 但是你掌握的这个原则 你能看出来很多很多为人处事的那种文化里的讲究和门道 润工 国共两党如果都不在军权上送手 兵争不止 那么和平民主从何谈起啊 你看刚才为什么张兰管毛主席的称呼叫润工 这是人家的修养 人家的礼貌 你看毛泽东自润之嘛 是不是 就是其实你看照理来说 人家那么大岁数了 即便叫你个毛泽东又怎样 并也应当应份的 但是人家称呼润工 是表示一种 我对你的尊敬 咱们这种平等交流的这个地位 是吧 一个是明蒙的主席 一个是共产党的主席 咱俩我们平等的跟你交流 那在这种场合 毛主席应该怎么称呼人家张兰呢 张兰呢是人家的名字叫什么呢 表方 所以表示尊敬叫表老 哎呀 讲究真多吧 还有些比较特殊情况 比如说在一些非常重要的场合 你在称呼别人的时候 这就不管什么忌讳不忌讳了 要把人家大名报清楚 根据中华民国宪法及其选举法 我宣布蒋中正先生当选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统 但如果回过头来换成是自称呢 你注意自称一定要称自己的大名的 那前台词就是说在座的各位都是我的手术大爷都是我的长辈 是不是 当然他肯定不可能如此 只是中国人习惯上表示谦虚的一个重要的做法 中正身为国府主席 今天是代表政府 林侯毛先生立临陪都 蒋介石在南京当了总统 我毛泽东就在山谷物里自封万岁 不好看也不好听 你看我为什么拿这个电影作为一个例子 难道我不能找一个拍得很好的古装片吗 有可能里面的用法还更典型一些 我是觉得一些看上去好像似乎所谓古代的 什么传统文化的东西 离开我们并不远 比如像这个名和字的这个讲究 他告别我们其实也连一百年都不到 那么